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英国文的第二部分 Why do young people become addicted to social media? 为什么年轻人沉迷于社群媒体? 我们先来看GVO图 在介绍段里面呢 他先写了引言 什么叫引言呢? 就是引导观众来进入这篇文章 因为这篇文章是分析原因 所以他先写结果年轻人对社群媒体上瘾 在竹子剧里面 这些迹象显示年轻人对社群媒体上瘾 这个现象有两个主要原因 用这个方式他预告了 在下面的主体段里面会说明 两个原因使得年轻人对社群媒体上瘾 第一个原因呢 是网绩网络消弭了所有沟通的障碍 提出原因之后呢 他要提出一些要点来补充说明 这个是他所提出的一些要点 第二个原因是 社群媒体作为逃离真实世界的途径 同样的 他也需要一些要点来补充说明 最后结论段里面 又重申阻止 因为社群媒体上瘾 年轻人跟现实脱节 同时呢 也呼吁采取行动 要父母制定使用规则 让青少年呢 回到真实世界 好我们来看一下文章的内容 在介绍段里面 首先呢 他先提出了一些现状 在现今的世界里 社群媒体影响了 年轻人的生活 据报道 16岁到24岁的人呢 比其他的年龄层 花更多的时间在社群媒体上 而且很大比例的人呢 会经常不断地检查 他们是不是有新的通知 有新的讯息进来了 因为他这篇文章是要分析原因 他先提出年轻人 对社群媒体上瘾的这些现象 用这些研究的数据来告诉读者 年轻人社群媒体上瘾的现象 接下来就要提出主题句 这些迹象显现出年轻人 社群媒体上瘾的现象 而这个现象呢 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这个就是主题句了 用这个方式呢 来预告 下面会仔细说明 这两个让年轻人 社群媒体上瘾的原因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介绍段的结构 他先是利用现在的社会现象 来切入表示年轻人 确实有社群媒体上瘾的现象 然后呢 再指出来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好 在主题段第一段里面呢 他就要介绍第一个原因 One reason that they become addicted is that the internet has removed all communication barriers 指出第一个原因 是因为互联网移除了所有沟通的障碍 说明年轻人对社群媒体的障碍的第一个原因 这一句呢 也就是这个段落的主题句 互联网移除了沟通的所有障碍 接下来我们就要说明 为什么可以说互联网移除了障碍 Young people can easily make new friends or stay in touch with existing ones or stay in touch with existing ones no matter where they are with a few tabs on a screen they can be connected and get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friends' lives 年轻人很容易结交新朋友 或者跟现在的朋友联络 不管他们在哪里 在荧幕上敲几下 他们就可以跟朋友取得联络 而且得知他们朋友的生活的讯息 他用这个方式来解释 为什么互联网 迷除了所有的沟通障碍 利用这样子一段说明 来解释互联网移除了沟通的所有障碍 因为以前我们在联络的时候 可能受限于时间地点 或者是联络的沟通的方式 那现在因为我们有互联网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联络 所以把这些障碍都移除了 因此社群媒体 在他们的人际关系 跟人际沟通上面 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这一句话是这一段的结论 社群媒体在人际沟通 及关系中扮演关键的角色 用这句话来总结了这个段落 好我们整个来看一次 因为他要说明 年轻人社群媒体上瘾的第一个原因 提出了主题句 然后再用几个要点来补充说明这个主题句 最后再用一句结论来回应刚刚的主题句 好我们来看主题段第二段 The other reason is that social media can act as an escape from the real world 另一个原因是 社群媒体可以让年轻人逃离真实的世界 这里呢我们提出了年轻人对社群媒体上瘾的第二个原因 所以这一句话呢也就是本段的主题句 社群媒体作为逃离真实世界的途径 接下来就要详细说明为什么可以这样子讲 When young people feel lonely, depressed or bored They may turn to social media to forget their problems in real life 当年轻人感觉到寂寞、沮丧或者是无聊的时候 他们就上到社群媒体来忘记他们真实生活里面的问题 所以这里进一步说明了 为什么社群媒体可以作为逃离真实世界的途径 他们可以借助社群媒体来忘掉真实生活的问题 Additionally, they can create new identities for themselves and tell a different story from the one they are actually living 除此之外呢 他们还可以帮自己制造一个新的身份 然后呢讲述一个跟他们真实生活不一样的故事 有一个新的身份之后呢 他可以讲他不同的经验、不同的生活 所以讲的故事就不一样了 这一句话主要是来补充说明 社群媒体可以逃离真实世界的途径 自己创造新的身份 述说和实际生活不同的故事 最后我们就要写结论了 That's why social media can be both dangerous and inviting 那就是为什么社群媒体可能又危险又吸引人 所以呢,这句话呼应了主题句里面讲的 社群媒体可以逃离真实世界的说法 这一段的结论 为何社群媒体又危险又吸引人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段主题段的结构 它先是说明年轻人对社群媒体上瘾的第二个原因 这就是它的主题句了 因为他们可以逃离真实世界 然后再利用这几个要点来补充说明 最后结论段里面又回到了主题句 呼应主题句的说法 好,我们最后看结论段 Because of social media addiction Young people may lose touch with reality 因为年轻人社群媒体上瘾 他们可能会和真实世界脱节 这句话重生了主子句 因为社群媒体上瘾 年轻人跟现实脱节 Parents just set rules for their children's social media use Hopefully, this will keep them grounded in the real world 呼吁采取行动 要父母制定使用规则 让青少年回到真实的世界 所谓grounded in the real world 他们在虚离世界里面好像飘来飘去 那在这里呢 他要脚踏实地 在真实世界里面 好,我们看一下结论段的结构 第一句话呼应了整篇文章的主子句 同时呢 也请父母们采取行动 好,我们结束了这一篇之后呢 来整理一下 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所学到的重点 我们了解到 在写一个段落的时候呢 一开始一定要写一个主题句 来表达这个段落里面 最主要要说明的意思 再利用二到三个要点 来说明佐证主题句 如果必要的时候呢 还可以提供细节 来说明这些要点 最后呢 下方资讯栏的连接 加入龙腾高中生 教练会提供你最及时的帮助 我们龙腾高中生见